这三个话题是一定不能聊的 性方面的 哈喽大家好 今天来聊一些可能我们大多数人 一辈子也不会用上的知识 遇到英国女王时要注意哪些礼仪 第一条就是我们一定要早到晚退 人家的时间比我们值钱 第二条就是问候的时候是要行礼的 男士一般就是点头或者稍微点鞠躬 女士呢是要行鞠躬礼 第三条非常重要 就是你不可以碰她 除非女王就是主动跟你握手 其他方式都是不行的 犯的这条处比较经典的就是Michelle Obama 他和女王聊得非常投机 他就把手搭到了女王的后背上 其实女王也搭回来了 但是人家可以搭你是不可以碰她的 还有一个其实我觉得是在情理之中的 加拿大总督David Johnson和女王一起下台阶的时候 他可能是怕别的老太太走路摔着怎么办 他就想去扶一下 结果其实也没有碰着啥 就碰着了女王的胳膊肘 这也属于出门了 也被诟病 所以我就在想 到底说女王的安全重要呢 还是这些规矩重要 这咱也说不太清 第四条就是我们要怎么称呼女王呢 一见面你要管她叫Your Majesty 那之后的对话中呢 你就要管她叫Mam 那在告别的时候就再喊说Your Majesty 你叫人家Elizabeth或者小名 然后Lisa Liz 我等于是不想活了 第五条就是什么事都得女王先来 比如我之前看talkshow的时候 就是英国著名演员Simon Peck 他就受到了女王的接见 结果女王面对他的时候呢 半天也没有问她问题 然后她就在这儿惊着 她甚至都以为这女王没事过去了 怎么这半天一句话都没说 那你也得挺着 因为这就是规矩 第六条 那个女王吃饭的时候是什么规矩呢 她是这样的 女王在上第一道菜的时候 会和右面的人聊天 然后上第二道菜的时候 会和左边的人聊天 英国有一个赛车名信 就被安排在了左边 然后她就想跟女王唠嗑了 然后女王就跟她说 不行不行 我现在的顺序 我是跟右面还没唠完呢 等到你的时候我再跟你聊 这就非常的尴尬 第七条 如果顺序到你了 你跟女王唠点啥呢 这三个话题是一定不能聊的 性 宗教 政治 其次就是私人问题 你也不能问 你问她说 你儿子出回塔米拉呀 你怎么看 不行她不看 第八条 就是不能背对着女王 她去哪你就跟着看 呜 呜 呜 就这样 第九条 不能照非官方的合影 你见她 你说我拿自拍板照 不行 万一女王这角度她不习惯 影响她们的形象 第十条 就跟女王吃饭的时候 不能过度饮酒 当然这个就goes without saying了 就你跟女王吃饭 然后你喝嗨了 果然她叫大嫂 这就很不合适 那讲了这么多呢 就涉及到一个问题 如果有人真的违反了这些礼仪 会怎么样呢 答案就是 不会怎么样 但如果我们可以遵守这些礼仪呢 下一次我们再见到女王的时候 就会代表我们很有礼貌 有救养 好啦 那这期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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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